我们也准时开始 其实我通常都是会早一点开始 大家可能在大堂有时聊天 有时都要意识一下 够时间或者早点进来礼堂 有点安静的时间 神都欢迎我们的心 记挂着我们今天对他那份敬拜 无论怎么样 希望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亲近祂敬拜祂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神 给我们从祂而来的祝福 这是神的期望 让我们好好地来珍惜 每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相聚 与神的相聚 与弟兄姊妹的相聚 这是希望大家都有比较强一点的意识 好 今天其实也是热的 但神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阴凉 希望不会太热 令到大家不舒服 心静自然良 我们在这里可以安静 也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环境 我们一同的敬拜神 好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口 我们准备进入这个敬拜的行列 希望这段时间神的监察 祂的领寿 令到神的心可以得到喜悦 祝福 好 我们一同的站立 我们都是用诗歌来去同唱 欢恩 欢恩 是否有CD或是用视频 OK 好 有时候我有视频 有CD 所以有时候可以 OK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大家熟悉的诗歌 OK 大家熟悉这首歌 不如我们清唱吧 我以为里面有一个视频 在当中 OK 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大家都熟悉的诗歌 孙恩 一二三 孙恩 一二三 歌唱 心里感谢神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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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你領受我們所獻上給你那份敬意 能使你的心得著滿足 使你的意得著喜悅 因為我們所獻上給你的詩歌 所獻上給你的禱告 是進入主你自己裡面的時候 主要你領受我們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你 你的心得著歡欣和喜悅 幫助我們常常都以你為我們生命的主 每一天主要我們都能夠意識到主你的同在 你的監察 你的恩典隨時隨地地來伴著我們 更加當我們心中有任何的需要、難處 向你發出我們的心聲討告的時候 住下你就則以來去垂庭 我們擁有你在我們生命當中是何等的寶貴 讓我們永遠都尊你為大 也都能夠在你面前知道怎樣去活我們的人生 能夠在你的指引、在你的保守當中去導人 將今天的聚會揚望在你手當中 讓我們在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能夠開放我們的心眼、心意 來看見你在我們生命當中 你給我們的造就、你的話語、給我們的慰養 能夠叫我們空空地來、飽飽地回去 祝福我們整個聚會 祝福我們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空惡 因為國度、權并、榮耀、全時離敵 直到永遠、衙門 好,各位請坐 好,現在我們有一首詩歌 也一段時間沒有唱 不過我也很歡迎這首詩歌 《夜和華是我的依靠》 我們人生很多東西 靠我們自己 靠我們所擁有的一些資源 可能都很多時候令我們失望 或者令我們感覺到沒有什麼安全感 讓我們都學習怎樣去 依靠我們這位的神 祂因為是那位愛我們的神 我們可以全心全意地來靠祂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也一段時間沒有唱 但應該大家都懂得唱的首詩歌 歌曲 im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位的神我们又看不到 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作为 我们都未必能够真的掌握得到 因为他是神 有时候我们期望这样这样 神帮助我们 但又未必神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方式 我们的时间 来解决一些问题 但当我们知道这位神 他永远不会担言 他永远不会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有他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他会质疑 有时候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的需要 但是一个信心的一种功课 我们需要去学习 但如果你和我都能够在这方面 能够操练得好 能够知道这位神 永远他在掌管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心地将我们所交托给他 等神去处理 他总是会有方法来帮助我们 去面对一些我们觉得难解决的问题 让大家都认识到这首诗歌 我们唱可以很容易 但真的去到一个地步 去倚靠这位神的信心问题 都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好 我们都一同的站立 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个《使徒纯经》下 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个《使徒纯经》下 再共留给他所打十三端 《使徒纯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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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罪恰恰,我信罪恰恰,我信罪恰復活,我信罪恰,阿们。 各位请坐。 好,我们有几项事情报告一下。 下一个星期,13日,当然第二个星期, 我们通常有圣餐主一, 我们一起纪念耶稣基督受苦受死。 然后,圣餐的时间里面,我们仍然有时间, 有时段,杨顶姊妹可以出来分享,见证, 来感谢神。 所以大家都不妨心中,这个星期都想一想, 看有什么事情经历过神, 心中去体会一下这位神的作为, 现在可以简短的,来到下个星期和我们一起分享。 下个星期有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完了聚会之后, 我们11点钟,我们会在罗马饭堂有一个讲座, 就是讲到关于爱知凯蜜症的10个警号, 就是有什么迹象,我们要小心, 可能已经幻想了这个爱知凯蜜症。 我们请了协会的一位港员, 欧少年博士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讲解这个课题。 如果大家想参加的, 请你在私事那里报个名字, 好吗? 因为我也想知道人数等等。 所以请大家在私事那里写上名字。 下个星期, 就是当大家参加, 就是如果大家报到名字参加这个讲座的时候, 当你下到饭堂, 就是下个星期, 这个业会, 就是欧博士, 希望大家都签一签道, 虽然那张签道纸里面有姓名, 电话, 电邮, 或者你住哪一区, 你如果觉得我不想给电话, 不想给电邮, 也不要紧要, 你写上你的名字, 你住哪一个邮区号码就可以了。 在这里先看看。 还有下个星期, 因为这个是讲座, 请大家也明白, 当大家在罗马饭堂, 或者欧博士讲话的时候, 大家尽量宿正好吗? 因为我都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 在这方面比较少注意, 上面讲, 下面又讲, 讲人自讲, 大家都在讲, 对那个港元不是很尊重的, 希望我们给欧博士, 有个好的印象, 他讲话的时候, 我就安静一下, 一落到下面, 大家就很安静, 就准备, 听他所讲的那些东西, 他也有一些, 就是PowerPoint那些出来, 让大家容易听, 容易提, OK, 这个就是下个星期, 当然下个星期, 跟着这个的, 讲座之后, 我们有外宴, 如果你参加了, 不讲座, 可以随便在这里, 吃一餐, 简单的午餐, 如果你想参加, 这个午餐的, 都在私事那里报名, 还有交费, 五元, 希望下个星期, 我们这一切的安排, 都能够, 带给大家一份的祝福, 好, 这个就是下个星期, 再远一点, 我都在这里宣布过, 聖诞节, 12月22号, 那里, 我们会是一个聖诞的主日, 我们将会有一个聖诞的师班, 我都宣布了, 今次我们就, 练诗就用自行联集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参加的, 那你可以在私事那里, 就写下你的名字, 那最初呢, 我就打算, 你给我一个电邮, 我可以将我, 这个聖诞的师班, 要唱一首的诗歌, 在一个video, 还有歌词, 还有音乐, 那你一边看, 一边联集, 都可以的了, 但是呢, 发现到, 这个video, 这个视频, 那个档案, 真的太大, 在电邮上寄不出, 所以, 我就开了, 在WeChat那里, 开了一个群组, 就是叫, 聖诞师班, 那如果你是想参加的时候, 那你可以在私事那里, 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呢, 就不需要写电邮了, 因为不行, 那你写上你的WeChat, 如果你有WeChat, 就是要开WeChat, 你给你一个WeChat的ID给我, 那我可以跟你联络, 和加你入组, 那, 那, 就自行联集, 那, 那我们呢, 十一月三号, 就是第一次, 我们就要, 就是所有参加, 这个聖诞师班的成员呢, 就都要, 就是星期日, 之后, 早上呢, 八点半, 就回来, 我们呢, 就是第一次的联集, 那那个容易呢, 就是呢, 我给大家的视频, 有音乐, 有歌词, 但是呢, 大家唱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转音, 或者有一些的配搭, 就是字和音, 配上去呢, 可能各有不同, 或者大家想着这样唱, 所以呢, 那一次呢, 大家就一起练习的时候呢, 我就会, 给大家知道, 整首歌是怎样唱法, 那你呢, 就按照, 大家, 就是那个的, 就是唱法呢, 那你十一月份, 就整个月呢, 你回去, 就是多些时间练习, 那我真的不希望呢, 你又不练习, 那但是到时呢, 你又, 就是, 上台唱, 那当然呢, 这个不是一个诗班, 应该有那种精神, 那就是, 十一月, 我们会有第一次的练习, 那接着呢, 十二月, 那几个礼拜呢, 就是三个礼拜, 就是, 包括二十二号, 四个礼拜, 那大家呢, 就要早点回来, 司班员早点回来, 那我们就, 要联位, 或者, 我们到时呢, 就是, 真正的练习, 上台一点的过程, ok,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想学, 那我们今次呢, 我们是用一首, 大家都很熟悉的, 雨量代表我们心的, 一个旋律呢, 但是呢, 我们有, Patrick 帝卿呢, 就将他译了做, 就是有, 聖诞的歌词在当中, 那, 譬如帝卿也很有恩赐, 他, 就是广东话呢, 译这些歌词呢, 都不容易, 就是, 译得不对呢, 唱起上来, 或者听起上来, 就怪怪的, 但是他译得非常之好, 很顺口,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想参加这个, 圣诞试班呢, 请你都在, 诗试那里, 是, 报告名, 好吗, 写上来, 入圣试的ID, 那我就会, 你报告呢, 可以在那里, 找到诗歌, 找到歌词等等, OK, 那这个呢, 就是聖诞节的一些情况, OK, 好, 那今天呢, 我想我们所, 报告的事情呢, 是这么多, 那我日后呢, 再多一点, 再近一点, 我们就会, 关于, 感恩节, 一些, 我们所, 那大家到时呢, 你又知道, 怎样参与一下, 那大家到时呢, OK,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也会, 来到, 去分享, 聖经神的话语, 那, 大家都知道呢, 我一直来都, 在讲着传道书, 那传道书呢, 是一本, 很现实的, 一本的书, 很生活性的书, 很多东西呢, 它都会涉及的, 那今天呢, 和大家讲呢, 什么呢, 钱的问题, 讲钱是失感情, 我希望呢, 讲完钱之后呢, 大家呢, 就不会跟你失感情, 好吗, 那, 那, 大家今天, 这个画面呢, 你见到些什么呢? 钱, 我希望呢, 你现在呢, 就是见到钱的, 你出去呢, 可能呢, 你戴着一个眼镜呢, 看什么都是钱, 什么都是钱, 很多人呢, 都是这样的, 做些什么事都好呢, 都是呢, 以钱挂税, 带着一个呢, 有多张的眼镜呢, 看什么都是, 以钱为先, 那, 钱呢, 很现实, 很贴身的东西, 因为呢, 传道书呢, 如果你回去细心看的时候, 差不多每一章都有讲到关于钱, 很零碎, 但是呢, 作者所罗门呢, 他都不会忽略呢, 浅那种的影响力, 那呢, 就, 或者首先呢, 读一读呢, 传道书, 有关于钱, 这一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读, 好吗? 好, 那这节圣经呢, 是不是跟我们讲到呢, 就是大家, 或者大家认识一下, 金钱呢, 是罪恶之根, 是不是? 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呢? 是吧? 是吧? 金钱是不是罪恶之根呢? 有多少人说, 嘿, 金钱是罪恶之根的居首? 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是怎么说的? 大声一点? 贪爱的那种? 贪爱, 贪财呢, 就是罪恶之根, 金钱本身呢, 不是罪恶之根, OK? 你不要想着, 有钱就是罪恶, 有钱就是骚髒, 因为钱真的很骚髒, 你摸过那些钱, 都不知道之前有多少人摸过, 但是圣经呢, 当然这里, 它主要是说的是贪爱, 贪爱, 是钱财, 就是钱财的意思, 在提摩太后书里, 也有说贪财, 就是罪恶之根,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主要呢, 就不是基于, 就是用这个传道书, 做一个的基础, 或者那个基本的经文, 来跟大家讲解, 浅一下, 我用另外一节圣经呢, 我觉得更加重要, 更加有意思, 我们一起读针言第三十章, 第八和第九次, 好吗? 大声一点点读,好吗? 一、二、三, 这些圣经呢, 是针言的作者呢, 他寫出他一个的祈祷, 这个祈祷呢, 很有智慧, 一般的人呢, 不是这么祈祷的, 一般的人呢, 就说呢, 就是这里呢, 作者说呢, 不要令到我这么穷, 也都不要令到我这么富足, 不富足, 很多人呢, 祈祷呢, 神啊, 求你呢, 让我能够呢, 股票赚大钱, 中六合彩, 可以呢, 赢取很多的金钱, 越多钱呢, 是不是越好啊? 你是不是想越多钱, 对吧? 更多的钱, 你是不是想的? 想不想啊? 大家有点假的, 在这儿灵头? 你试一下, 如果真的呢, 比你中六合彩, 你上不上先? OK, 一般的人呢, 那个祈祷呢, 都会神吓, 我, 就是, 如果你可以给我呢, 就是, 有赚大钱, 或者呢, 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呢, 我真的感谢你了, 我又可以呢, 用你所给我的这些, 这么大的钱呢, 我一半奉献给教会, 有些人真是这样想的, 有些人真是这样讲的, 不过是只能说的, 是吧?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嘛, 有那么多, 有钱的时候呢, 可能他袋里面呢, 有一千元, 如果呢, 他将那一千元, 好像他所说的, 将一半, 所有的钱呢, 将一半呢, 奉献给教会呢, 就是奉献五百元, 是吧? 那是否捨得呢? 他那五百元, 也未必捨得的, 是吧? 如果我有一千万, 我奉献五百万给神, 可以, 因为你没有嘛, 你没有, 你可以说的, 英文所说的, talk is cheap, 你说多少也好, 因为你不会做的, 那么呢, 这个的祈祷呢, 我们呢, 如何了解这个祈祷呢? 其实呢, 老实说呢, 我们都不是很明白, 就是, 稍后我会多说一点, 大家可能就会多说一点, 我们其实呢, 都不是很明白, 针言的作者呢, 就是, 就是, 就是说到关于钱的时候呢, 那, 钱呢, 其实呢, 是很贴身的东西, 我们每一天呢, 我们都需要钱, 当然很多人都说一下,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呢, 就是什么呢? 万万得能, 那这个都是真的, 你真的, 如果没有钱, 你怎么生活呢? 吃饭呢? 交租呢? 或者, 就是, 就是, 屋啊, 献疏啊, 这些, 全部都要钱, 是吧?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但是呢, 问题呢, 有些人这么说, 我说一下, 男人呢, 有钱呢, 就会变坏, 女人变坏呢, 就会有钱, 你觉得真不真的? 男人有钱呢, 很容易变坏, 因为呢, 可以用那些钱呢, 可以做什么呢? 花天走地, 周围去滚, 周围去尋求享受, 可以呢, 很容易变坏的, 那当然呢, 另一句呢, 女人变坏呢, 就有钱, 你知道什么意思, 出马肉身, 就是呢, 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 很容易赚很多快钱, 那你, 无论怎么样呢? 很多人呢, 他是没有能力呢, 来到呢, 去管理金钱, 有钱之后呢, 就很容易呢, 招致呢, 是家破人亡, 幸福的家庭好, 美满的人生好, 呢, 信息之间呢, 都会变成灾难, 有钱之后呢, 所有的坏的东西, 所有一些呢, 你想不到的事情呢, 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都会发生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作者呢, 他说呢, 不要被我太腐足, 免得我忘记你, 啊, 这句话真是很有智慧, 原来呢, 我觉得当人呢, 有钱, 或者附足的时候呢, 他会忘记神, 因为呢, 很多人呢, 觉得我有钱呢, 有钱, 使得鬼推磨, 是吧? 很多事情呢, 很多人做不到, 有钱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我需要神呢? 如果我有钱, 可以做这样做那样, 就是得心应手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觉得我还需不需要有神呢?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对于钱呢, 就是那个问题呢, 我们一定要很正面地正视它, 那, 作者呢, 他很清楚知道呢, 没有钱不行, 知道呢, 金钱的重要, 但是他都很清楚知道呢, 金钱的危险, 所以呢, 你不要想着呢, 你得到钱, 或者你拼命想着去赚钱呢, 是一定什么呢? 是一定呢, 就是祝福, 就是, 可以这么说, 金钱呢, 可以成为你美丽的祝福, 但是呢, 亦都可以呢, 成为你可怕的就座, 所以小心呢, 这个金钱呢, 来到你身边, 来到你的口袋, 来到你的银行的时候呢, 就是, 你是用什么的心态, 是用什么的态度呢, 来到金钱, 擁有很多的金钱呢, 不一定是祝福, 没有钱呢, 亦都不一定是就座, 大家记住, 记住这件事, 有钱, 或者很多钱, 不一定是一份的祝福来的, 可能累了你, 但是没有钱呢, 亦都不等于是就座, 不等于你是痛苦, 或者不等于呢, 这些金钱呢, 是会, 就是害你, 反而呢, 这个金钱呢, 本身呢, 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是一件, 我们怎样去处理它, 一份的态度, 关键是在乎呢, 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好像呢, 旧约, 我们所认识的, 很多的, 就是, 就是, 淑灵的伟人, 阿巴拉罕好, 以撒好, 雅各好, 约瑟好, 他们都是非常的富有, 非常的有钱, 他们所, 当时呢, 在那个年代, 他们所有的钱, 不单是, 所谓, 金币, 或者是银币, 或者是银子, 包括呢, 拥有很多的, 生畜, 骆驼, 骆驼, 可以说是, 他们当时, 很重要的财产来的, 或者呢, 他们呢, 就是, 穿的衣服, 就是衣服呢, 都是属于他们的财富, 因为, 这些财富, 这些的衣服呢, 就是, 很贵重, 因为不容易得, 而且呢, 在当时来说呢, 都是一些, 相当贵的, 一些的财品, 如果你拥有这些的, 的衣服呢, 你呢, 你可以是成为, 就是一个, 是一个附庸来的, 那么, 其实, 神呢, 非常祝福他们, 他们很有钱, 这个金钱呢, 在他们这班的, 就是, 熟灵的伟人呢,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 神呢, 没有, 这个金钱呢, 或者他们, 就是态度的问题, 神呢, 祝福他们, 那么, 那, 而且呢, 可以多到呢, 是, 充满他们的, 货倉, 就是整个货倉, 都是, 包括呢, 他们的, 就是, 食物, 谷种, 啊, 如果神呢, 就是, 赐给他们这些呢, 等于, 他们的生活呢, 是非常地丰富, 那, 就是, 不一定是, 就是, 这些, 我们所说的, 是, 他们的结果, 呢, 你, 令自己身體有很多毛病 災難就開始來了 如果有錢就要什麼就要什麼 真的要什麼就要什麼 所有的病你都有了 那麼我們要很小心這個金錢 因為金錢有很多危險的地方 曾言二十三章第五節 你豈要定征在虛無的錢財上嗎 因錢財必掌刺旁如鷹向天飛去 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錢有益的 飛去什麼叫飛去呢 當然這裡那個基本的含意 就是錢很容易飛走 但是無毒有偶呢 你又真的知不知道我們的美金 有益的 上面有益的 你拿一張一百元出來看看 你看看你那張銀紙是否有益 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見過你那張銀紙有益 有沒有見過 拿一張銀紙出來看看 那張銀紙是否有益的 對啊 五元也好 一元也好 一百元也好 你看看這張銀紙是否有益 有益的 有沒有人 你今天沒有帶錢 還是有信用卡 可能也是的 現在都不用用現金 你試試看你那張金錢 那張錢 那張紙幣 有益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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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美金已經警告過你 這些錢財有刺旁的 是啊 有刺旁的 你找到嗎 找到 找到 這裡是五元錢 那裡有一個 這裡有益在那裡 有益在那裡 有益在那裡 有刺旁 所以為什麼那些銀紙 有時不翼而非 就是這樣 你就算負貨銀行也好 會貶值的 端端可能你的股票也好 什麼都可以無端端 可能損失幾千元 或者一百幾十萬也有 為什麼呢 因為金錢很多會消失的 OK 當然我們說到金錢的時候 有一節聖經也很寶貴 《申言十五章》第十六、十七字 《小有財寶》要經歸易說 《強於多有財寶》 《煩亂不安》 《吃素菜》 《彼此相愛》 《強於吃肥牛》 《彼此相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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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祷告不重要 而是说金钱因为太贴身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 都是我们的一个考验 所以那个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今天我尝试从一些角度来看看 圣经或者耶稣如何教导我们 关于金钱的一些真理 首先马特福音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很多经文都是取自在耶稣所说的说话 圣经特别马特福音都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我们不如看看耶稣怎么说 我们一起读 不要为自己積赚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咬能受坏 也有贼来挖拢 只要積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受坏 也没有贼挖拢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 耶稣是讲过这一段的圣经 那那个含义是什么呢 那这里呢 或者我们再看多一点有关耶稣讲的先 那我再做一个总结 一个结论 OK 第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者个爱那个 就是种者个兄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是你的意思 今次就是马门这个字 耶稣都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钱很多时候 我们当他是神般拜的 当他是主人 当他是主人 就是供奉他 就是服在他那种势力的底下 第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OK 那两个字呢 难看一点 因为想大家特别读那两个字 那 耶稣所讲的 有关于钱 就是想教我们些什么 原来钱很多时候都是魔鬼撒旦 来到引诱我们的一个策略 很多时候 魔鬼会将金钱 他的威力 或者他的价值 是无限的来放大 使人甚至 是牺牲家庭 为了赚钱 可能牺牲了家庭 那些关系 大家彼此的感情 等等 有些人 因为金钱的缘故 甚至牺牲家庭 牺牲生命 去赚取金钱 为金钱卖命 为钱币 来做奴隶 所以 许冠杰是唱那首歌 钱钱钱钱钱 钱钱钱 那些人唱那首歌 很向往 有钱 财神度 这些东西 当然当中 许冠杰也有一些正气的东西 但是无论如何 以前挂税 是现金的人 一个生活的目标 什么都是钱 好像这里所说 这幅图 就是戴着眼镜 里面有一个 Dollar Sign 你望出去的时候 什么都是钱 都不是说 不对的 因为各样东西 你都真的要钱 食又要钱 住又要钱 衣食住行都要钱 你无钱 是不行 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以钱挂税的时候 你可能就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魔鬼的策略 以金钱来挂税 好了 圣经对金钱 就是一个整体的教导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金钱它有限制 第一所谓限制就是它很短暂的 很短暂的 正如我刚才和大家读马达科音的时候 它金钱它会有什么呢 有虫咬 能够生寿 或者会被贼来偷 那种意就是说 金钱你在这里的时候 就算你不动它 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消失 不知几年前 之前屋伦有一个区很有钱 就是 过几百万 很多名人住在那里 但是一把货 将这些屋全部都烧了 可以完全消失都可以 在你意想不到的时间 你可以 这些金钱是消失的 这里所谓有虫咬 我就是说 以前那些人的财富 包括衣服 那些很名贵的衣服 很有钱 就是代表它的富有 都会被虫咬 咬烂了你就不值钱了 很多如果是金属 你会生售 生售的那些钱 或者你都未必用得到 会被人偷 这些就代表了 金钱那种的短暂 那 甚至可能你真的很有钱 你银行很有钱 但是 都未必是你可以 有机会去花的 有时是因为你的健康 或者你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都没有精神去享受 这些金钱带给你很多的益处 吃东西好 玩好 你都去不了 你都吃不了的时候 这些钱是怎么样 留下给后人 给儿子 给儿子 给女儿 是吧 有 我最近 我都和太太 去了Milbury 一个安劳中心 就是在那里 聊一下 一些人 聊聊天 认识一下新朋友 其中有个伯 他都很 我们叫做二老 就是年纪方面 是第二大的 年纪最大的 可能他有无聊 回到女儿中心 就经常写一些诗 我都知道 在网上 在Facebook 抄回来的 他都认了 这首诗很有意思 这些钱 如果不用 就是废纸 很正确的 如果你的钱 你不用 真的是废纸 你放在那里 没有作用的 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钱 但是 又不舍得洗 很多老人家 吃又不舍得吃 穿又不舍得穿 我家银行 都有很多钱 但是 那些都是废纸 如果钱不用 都是消失的 都没什么作用 给我们看到 原来钱是非常短暂 我们都可以说 我们 就是 不懂得去用的时候 我们这些钱 都是没作用的 我听过一个 也很有趣的故事 我相信都是真的 有一个牧师 很穷 很多时候 牧师 很多时候 都要 为人 主持一些 喪禮 是吧 谁死了 我也主持过 很多喪禮 但是 他 他窮了 没有钱 没有钱 买新西装 新西装 因为主持喪禮 穿得 黑色西装 他想 如果我没有钱 不够钱 买西装 不如我去当铺 找 当铺 因为 有些东铺 当铺 是人们用过 可能 没有用 给当铺 很便宜 如果你去当铺 买衣 或者 别人用过的东铺 很便宜 去唐宝 就问 有没有西装 黑色的 因为我要主持喪禮 那个掌柜 有啊 我最近也有一套 很漂亮的西装 很新装 那些材料很漂亮 很便宜 不知多少 几元的鸡 买给他 很开心 穿着新买的西装 去主持喪禮 当然喪禮 有一个死人 躺在这里 那个牧师 主持的时候 就在那里分享信息 主持喪禮 这个牧师 他主持喪禮 在那里分享信息的时候 他有个习惯 我们有时都是 讲讲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 伸手插袋 很自然 讲讲一下的时候 伸手插褲袋 有个褲袋在这里 但是插不入 插多少都插不入呢 原来 这个褲袋封了 他说奇怪 为什么我这套西装 那个褲袋封了 他就走 他说 那种褲袋封了 他就去找那个褲袋 那褲袋封了 那个褲袋封了 那种褲袋封了 你在我这里 买的那套西装 是死人穿过西装 就是 就是 死人 就是穿西装 那当然 可能他火葬 或者怎么样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有些手脚不好 就把那个死人的西装 就拿去当铺 买了给这个牧师 突然那个牧师 就有个醒觉 这个是死人穿的 死人 他的褲袋 衣袋 是没有的 就是他不可以 戴任何的东西 有一天 你和我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些衣袋 全部都封住了 不可以 戴什么东西 我最近也去一个桑礼 那个女儿很孝顺 他爸爸可能都是德高望重 但是他出份安息礼拜的时候 那个女儿就说 他写了一张支票给他爸爸 让他爸爸可以在下面有钱花 当然我不想知道 钱 不过我想一千几百万都可以 因为没得兑圆 是吧 那他就 在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 他就 有个仪式 他就把他所写的那张支票 打算摄入去他爸爸穿那套西装 就很隆重 他拿出一张支票 找他爸爸那套西装 找那个袋子 打算摄入去 一样 那个袋子全部封了 钉住了 钉住了 不可以放张支票 那我都 就是 那个情景 我突然间就想起我所听的这个故事 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能带走 你在地上拥有多少钱 那又怎样 就是金生 就是用这些金钱 好了 这个大家都明白 这个圣经所说的金钱的限制就是短暂 那这个所谓有限 或者我回一会儿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原来我们想着有钱 可以吃好东西 穿好衣裳 那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的人生 只不过一路赚钱 一路想着拥有这些东西 买更多这些东西 储藏更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忽略做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理 就是很多东西 比金钱所能够买得到的东西 有些东西更重要 包括你的生命 你的命 你的身体 你穿很漂亮的衣服也好 你身体是怎么样 健不健康呢 这个是很多人忽略了 只不过有啊 拥有啊 多些啊 或者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原来我们的钱 所能够做到的东西 是非常有限的 那 这个大家我想很多时候都听过 不如再一次提醒大家 有很多的东西呢 金钱可以买得到 但是也有很多更多的东西 是金钱买不到的 金钱可以买到美食 但是你买不到你的食欲 面前很多漂亮的东西 但是你吃不下 就是不想吃 这个按针 或者我都按出来 不用浪费时间了 金钱可以买到明床 就是很漂亮的床育 但是你未必可以安睡 就是睡不着 你可以买到豪宅 但是未必有一个美满 幸福快乐的家庭 你可以买到很多的娱乐 看电影 去哪里玩 但是未必是快乐的 有些人 我最近也听到很多 在Cruise的人 在那里跳楼 看不开 自杀 一样有 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墓园 但是你不可以买到上天堂的入墙 OK 所以这些东西 我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你努力地去赚钱 基本上没错 但是如果你专注在这方面 你不知道有更重要的东西 你要追求 你要得到认识的时候 我希望今天你能够醒觉 所以圣经也有说 人也赚得全世界 赔赏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讯息 今天我所说的是第一部分 下一次我会从另一个角度看金钱 如果金钱是世上的本质 或者本上是这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将金钱 神所给我们的金钱 化腐朽为神奇呢 即将金钱 它的价值 它的用处 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更高的价值的使用呢 我下一次我会在这方面 给大家更多 从神而来的那种启示 知道如何去运用金钱 更加有意思 更加可以得到你生命上 得到更多的祝福 希望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圣经这些真理的时候 我们不会落在一种盲点 是不断的转延在这些 可能令到我们得到就座 或者得到一些不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小心跳出来 让我们好好的 你从神的角度 你都去领受一些熟灵的透视 更加有智慧的 你都去运用金钱 我们同心地就祈祷 天父你帮助我们 你的话语真是亮光一样 照亮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一般世俗的眼光 世俗的观念所看不到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深入到一个地步 能够从你的角度去看事物的时候 让我们真正有智慧 多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 祝福我们以下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交谈 大家给予此的问候 让我们都在你面前 能够得到一个加的一个祝福 让我们很好的日子 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时间 祈祷交托奉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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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主耶稣基督祂因为 赴上祢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尝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各位请坐 待会之后可以自由散会 欢迎大家取得到论马饭堂 我们有少许茶点小座的分享 我们一同的这里分享 今天大家所听到的讯息 也鼓励大家彼此的文案 可以逗留多一段时间 大家互相谈谈 互相谈谈 谢谢大家